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 又是我卡洛斯 随着我买制作吉他的价格越来越多 卡洛斯制作吉他的速度亦急速飙升 至今时为止我已经顺利完成我第六个制作吉他 分别有一个23寸小吉他 一个我自用的古典吉他 然后分别有送给邓校长和林振龙的文歌 一个古典吉他 刚刚完成这两个为阿崔和郭两兄弟所做的两个吉他 上一集已经说到这两个吉他的结构已经承认了 接着我邀请了阿崔和郭两兄弟 来这里参与打磨和上七的工作 因为一来他们觉得这个吉他是自己的 自己参与制作感情会更好 另外他们弹了半生人的吉他 都想认识多些吉他制作的步骤 因此我就教了他们上重加七的基本方法 当然了 只是一个上一两层的体验式活动 要他们上几十层 他们就没有心机了 直到最近我才完成了零件的装备工作 所以这两个吉他还没做好设置 但我已经试过声音了 声音很特别 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就要由他制作所选择的材料和制作过程去慢慢分析 我今天就透过这个节目 讲完这些细节给大家听 当他们两兄弟完成了第一层的重加之后 卡洛斯还要做很多一层上七、抛光和打瓣的工作 而最后作为制琴师的我 当然要挑自己的签名 可以弹吗? 当然还没弹 最重要的琴码都还没装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卡洛斯无论做古典吉他或文歌吉他 都是用皱纹胶纸黏着琴码的地方 然后进行上漆 上漆之后 才撕去琴码上的皱纹胶纸 然后贴琴码 这个方法很多制琴师都用 也贴得相当确实 但由于打磨的时候 就用皱纹胶纸的阻碍 所以琴码四周的漆面 就没办法打磨和抛光光滑 既然如此 这次卡洛斯就用另一个方法 我先是不管琴码 把整个面都做了漆面 然后在琴码的位置 贴上皱纹胶纸 保护已经做好的漆面 再记录琴码的形状出来 然后挑走琴码位置的皱纹胶纸 最后就将露出的地方的漆面 用刮刀刮走它 露翻出木材的表面 才去贴琴码 这个方法虽然少人用 但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同时用漆膜又做得好 琴码又贴得实的两寸奇美方法 至于阿吹这个古典吉他 其实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柄的宽度 是48mm 这个宽度是介于文哥的43mm 和古典吉他的52mm之间 于是就没办法买到 现成的上弦枕 唯有自己用一块牛骨 去提供 我们要用延距尺 去抹回新的延距 然后选择适合的延槽挫刀 去挫出六条的延槽 由于我们要令到每条延距尺 距离第一品 是差不多0.5mm 所以这个过程 一定不能粗之过急 一个不小心 错心了 又要换过另一块牛骨 由于上一次有很多专家 来试过我制作的吉他 他们都不若而同地建议我用 这种Saflores品牌的古典吉他延线 为了控制好吉他的品质 以后我都会用这种延线 来试吉他 当然线都安装好 而延线距离 上下延线的距离 都是适当的话 我们差不多可以试吉他 由于吹这种吉他 面板是用了云橙 而背板和側板 用了一种叫黄金蓝的软木 所以我觉得声音 和普通用玫瑰木的正常古典吉他 是很不同的 不知你们有认为如何 好了 搞定了出去吉他 现在就用相同的方法 去完成阿郭的吉他 同样 我先上了漆 然后用皱纹膠纸去保护漆面 然后再用刮刀刮到琴马上的漆 最后就粘上琴马 阿郭的吉他配襯上面也有绝 大家看到蜂木的琴马配上可可波罗的盐钉 中式骆驼骨所做的上盐枕和下盐枕 整个吉他的外观都很有格调 至于使用的木材方面 他和阿翠刚刚倒转 阿翠面板和側板背板都是用软木 而阿郭呢 面板、側板、底板都是用黑胡桃 所以音量方面 我觉得比起用云参照面板的吉他 是比较小一点的 但不要紧要 我可以帮他装配音 用M出声 正如之前所说 这两个吉他 在选料和制作过程 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的音色表现 和其他正常的吉他有不同 是很合情合理的 但我相信阿翠和郭两兄弟 诺德坑肯做我的白老鼠 他们都不会介意这些 就当我们一起去做一些 吉他制作的研究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如果大家对我的影片有兴趣 又或者想知道 有关我制作吉他的过程 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